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学兄弟 今天我们来测试红膜的顶级旗舰GM004 它采用了一块顶级的三星QDOI的面板 是可以240盒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是如何的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红膜GM004 1N彩皮包装 打开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试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2M线 一条Type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包罗柱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上面写明了三个色域空间的色准表现 测试的仪器为CA410 SRGB和Adobe RGB平均都超过了1 P3则为0.99 测试的色样偏少只有32色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说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便利性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红膜这块QDOI的采用了曲面的设计 官方给出的曲率为1700R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外形AW3R25QF一致 这里边中央位置有红膜的英文logo 其边框较窄好屏 底座为T型设计 这让我想起了U派的一类系列 不过U派产的是金属拉斯工艺 质感很好 其底座偏薄 方便用户摆放键盘 红膜在显着厚重和突兀 在底座中央位置 还有一个红膜的图形logo 从一个优秀的产品经历的角度来看 我猜测 红膜应该是准备在底座上加入无线充电线圈 使这个底座成为一块桌面无线充电板 因为在其背面支架连接处 预留了供电触点 但最终并没有设计电路 可能是出于成本和模具的考虑而取消掉了 当然 红膜如果不是这么想的 请给我打钱 当用户吐槽底座愁的时候 你就按我这个话术来 开玩笑 说回来背面 它采用了一个机甲封设计的背包 上下两端有散热孔位 左右两侧看似也像散热孔位 但通过后续的内部拆解 并不是 且内部加入了白色挡板 像是为RGB灯带做的预留设计 背包中央支架连接处 是一个环形核心设计 如果能发光就比较酷炫了 在环形核心的下方 是被插射的接口设计 它配备了两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s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还是不错的 最后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和水平旋转 但比较遗憾的是 它并不只是垂直旋转 整体外观ID方面 可能由于行业竞争激烈 和希望尽快上市的节奏 还是做了一些成本平衡的操作 但它整体模具质感 和一些小细节 依然是一款不错的产品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首次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红目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第一观感 整体画面很通透 三色没有过饱和 通过一切测试 它达到了147%的SGB容积 PPI为138 实际字体显示没有毛刺感 但依然有踩边的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的指向数是品质性的排列 二次菜单方面 它的样式类似于公版改色 这点需要提出批评 我相信红膜在这个方面 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操作的方式 是底部的五项摇杆按键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首先是色温 出厂默认为6512K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 三种色域空间 和四个预设模式下的色温 数据如图 FPS模式最冷 8301K 三种色域 均为标准的6500K 护眼模式最暖 为4363K 色域空间方面 物容为P3 菜单中还提供了 SRGB和Adobe RGB色域索线 通过一切设置 SRGB色域覆盖率为100% 平均色差1.78 最大色差4.28 P3覆盖率为99% 平均色差值1.61 最大色差3.99 Adobe RGB覆盖为95.9 平均色差1.88 最大色差5.44 整体上来看 色域覆盖率还是很不错的 但色准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SR亮度方面 菜单中没有提供ABL机制的开关 默认状态下也不存在的ABL机制 实测 峰值亮度为218L 表现不算出众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绿色区域在220L左右 边缘四周浅绿为190L左右 使用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在11.77% 这个表现相比目前Oline的 平均个位数的水平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化空间 切换到色温模式 通过尾色图我们可以看到 全屏没有明显的差值 均在6500K左右 这个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由于OLED的核心 它是不发光的状态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最佳视角接近50度 肉眼观测 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 表现非常出色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HDR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PWM调光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平闪波动深度为8.24% 同时我们还测试它 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30L 此时SVM值最高为0.102 远小于1 随时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在453nm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11.51% 符合硬件低蓝光水平 我们来看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和Type-C接口为1.4A HDMI接口为满速的48G带宽 PC端分别可以制造 4K240Hz 10bit和12bit的全范围 通过实测 Type-C接口最高可以支持 65W的PD供电 主机端支持4K120Hz VR HDR以及自动低延值 在Mic端可以制造 4K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和DPI 整体兼容性方面 红膜属于是很好的水平 输入延迟方面 默认标准模式 1080P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60Hz的信号下输入延迟为12毫秒 我们来看它的HDR表现 先从HDR亮度开始 菜单中的HDR高亮模式下 1%、3%的APL窗口 亮度可以达到峰值890L 这样的调校可以称为非常保守 这点在后面的实景上也有体现 低亮模式1%到10%的窗口为400L 随着APL窗口的增大 亮度也会持续下降 直到全频亮度为231L UTF曲线方面 GM004是我们目前见过 偏向性最强的OLED显示器 它的两个模式 主要区别在0-40的回接 HDR400模式贴合标准的PQ 高亮模式则是做了提亮 试试灰接以后都开始做滚降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色图 两个模式下的太阳核心亮度都没有超过400L 亮度随时非常低的状态 在海王小区外高光场景下 HDR高亮模式最高为665L HDR400模式则只有300L左右 对比目前一众QT OLED的小区块能达到800甚至900L 红膜的战斗力就有点弱不禁风了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整体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也没有出现色彩断层 虽然在HDR观影的亮度表现 它显得弱不禁风 但这并不是它的全貌 在HDR游戏方面可谓重拳出击 众所周知 OLED在大面积白场切换下 普遍有着明显的亮度骤减现象 然而红膜这款影响非常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调教逻辑 同时它的暗部细节表现令人满意 在SAS2大面积黑场下 仍然可以保留大量的暗部细节 对比同样式曲面 甚至支持杜比世界的AW325QF 体验感是更好的 总体上来看 红膜的HDR游戏调教我们认为是优秀的 HDR最后需要提一点 红膜没有自动检测HDR源的功能 需要手动开启 这点需要优化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它原生支持240Hz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出现任何的跳针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没有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实测 平均灰阶速度为0.327 属于是我们常见的 O9微秒级的响应 平均过冲2.39% 最大过冲10.86% 运动显然时间测试方面 在最高的刷新率下 BT为3.31毫秒 这个成绩排名运动轻晰度天体榜第17名 实际在UFO运动轻晰度的测量中 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 拆开小背包 令人诧异的是 作为旗舰产品 它没有配备金属屏蔽罩 在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动散热风扇 下方则是驱动板 主控IC是熟悉的MT9810 支持满速HDMI 2.1和DSC技术 旁边含6颗三星的内存颗粒 单颗512Mbps 总计3G Type-C接口有两颗芯片支持 Pray PS8822用于DP-OUT和USB数据传输 RESFL7122提供Type-C 65W PD供电 再来看TECON板 主控为三星Display芯片 左右两边分别含有内存和闪存颗粒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天体榜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它达到了147%的SHB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38名 S在亮度方面 最高为218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183名 静态对比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有无限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试 它的可视角度 所以是非常优秀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试下 最大差值为8.08% 亮度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56名 S在单独色相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色色为894L S在峰值亮度天体榜排名第40名 S在镜台对比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还是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同时拥有829万像素级控光 最后我们来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通过仪器实测 灰阶速度为0.327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榜排名第17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240Hz刷新率下 BET为3.31毫秒 排名运动响应声天体榜的第17名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第三代QD OLED的面板 色温均匀度和可视角度 都有着很不错的表现 2.实测0.3毫秒的灰阶响应 加上3.15毫秒的运动响应时间 整体画面的拖影和轨音表现都非常出色 3.HDR游戏实景调校优秀 暗部细节还原完整 在大面积白场切换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亮度骤减现象 这样的调校是值得点赞的 4.接口配置比较丰富 双DP 双HDMI 双USB下行 同时配备了65W的Type-C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HDR下没有ABL机制开关 实测峰值亮度仅为218L 这在同级别中随时垫底的水平 2.HDR电影亮度策略过于保守 峰值仅为894L 即使是小区块的纯白高光 也仅有665L 同时无法自动识别HDR元 这些在同级别中属于垫底的水平 3.射准表现相对一般 亮度均匀度也有优化的空间 最后红幕的这款产品 我补充一个个人的观点 红幕的HDR游戏调教的非常有趣 四面产品不应该千片一律 有侧重点意思一件好事 不同品牌提供不同的调教 最终为消费者带来多样性的选择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关于这期的全部试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能让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